崔天凱他现在已经68岁了 他这个位置他已经干了八年了 所以这个一个驻外大使 应该差不多正常的话是四年一任 那他已经干了两任了 这个已经超过正常的时间了 那所以以大陆的他这个体制来讲 他们这个退休年龄 是比我们台湾还要再早的 我们台湾的公务员退休年龄是65岁 大陆是60岁 因为他很强调这个世代传承 所以以崔天凱他来讲 虽然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职业外交官 他是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借退的年纪了 那么阶段性任务应该也算完成了 该打的仗也都打了 虽然这个打得很辛苦 那他事实上他给他接手的这一位 秦刚因为事实上大概在四月的时候 就已经传出来了 那时候就猜可能是秦刚 因为他跟这个 他是做负责礼宾业务的副部长 做礼宾业务的 常常就会跟国家元首常常接触 那大陆的这个习近平啊 不管李克强啊 他们是出国访问的频率非常的高 那这个出国的话 不管是怎么样 这个礼宾司长一定是跟在旁边的 所以他在过去 我看他做了四年的副部长 然后他所以他这个 跟现在大陆的领导层应该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因为这么重要的国家的 就驻美的大使的话 这个美国常常会觉得说 你这个大使分量够不够 所以他的这个副部长的背景 本来是还应该可以 可是他又因为又给 有跟这个大陆的领导层 有这个个人的关系 所以我想他在得到美国的方面的 这个接受 应该是没有问题 比较容易被美方接受 因为在外交惯例上 你把名单送出去以后 那对方要同意 对 有的时候对方国家不见得同意 那么他会审核很久 那美国方面也要换将 那这个我们可以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中国大陆虽然政治性很强 他现在派出去尤其重要国家的大使 都是职业外交官 都是从基层历练起的 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历练 像这个秦刚他过去 大部分时间是在英国 在英国进出了三次 然后他也做过 他其他国内他主要是这个 新闻师的体制 你知道新闻师的话就是发言人 发言人以现在我们外交的这个 我们的任职就属于做公共外交的 所以他是负责跟各界沟通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人去 也表示说大陆可能要展现一个 比较能够沟通的姿态 不但是要跟国务院 这个唇枪舌剑 这种交涉谈判之外 他也负责跟美国的各界 去做一种良性的互动 所以要比较圆融吗 要比较圆融 因为这个一般职业外交官 比较少接触的就是跟这个媒体 跟社会各界做公共外交 这样子的地链 所以秦刚他不但是做过 新闻师师长 他也做过 他也是主管新闻师业务的副部长 所以我觉得他最后会出来 我想大陆的考量是比较多的 不过从我们台湾角度来看 你看我们现在重要的国家 都放的是这些政治任命的 然后像这个我们驻日本的 这个谢长廷 他是因为国内没地方放 给他放到日本 去了以后就闹了这么多笑话 连自己国家立场都抓不住 所以你看相较之下 大陆这个做法 他虽然你说他是很政治性的 一个政府 可是他们非常注重专业 所以这个是一个专业文官 所以美国现在要派去的 这个Nicholas Burns 基本上也是美国国务院体系 长期培养的一个职业外交官 大使是说这一位吗 对这一位 美国要提名资深前外交官 博恩斯出任驻华大使 美国国务院称拜登与习近平或会谈 不代表美中关系有所突破 对 对因为现在从用职业外交官来做 这个双方的这个最主要的 是沟通管道的领导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表示说 有很多比较进入细节性的谈判 可能要再准备 因为这个谈判的工作准备 是需要相当专业的背景 跟这个长期的这个从事谈判 沟通业务的这个专业的外交来做 所以这两边这个人事的布局 我认为将来就会显示 拜登讲的说他回来做总统 就是外交又回来了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 要透过外交这个管道 而不是说政治这种 高来高去的互相恐吓 而是实际上的谈判 或者是张牙舞爪那种 就是放话式的 放话所谓的战狼外交 这些通通都要先丢掉 我觉得他会慢慢的消散 最后就双方要坐下来 就每一个问题的细节 用坐下来用这个 寸土必争的这种 外交的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也比较理性或者是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 那尤其像之前你知道 其实像大陆很多的外交官 常常都会留下一些所谓的金句 然后呢那秦刚呢我们也特别找了 他曾经有说解放军不是端着红鹰枪的童子军 还说抹黑中国便是恶狼等等 现在这个月的时候 上个月底的时候 那么习近平在他的这个内部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政策性的一个讲话 他讲到就是说 他希望中共中央的这个各级领导人 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要讲好中国故事 那外界尤其像美国 他们就观察这个中国大陆发展的 就很敏感的说 这可能是大陆目前走的 这个战狼外交路线 可能是一个开始要改变的一个真相 因为他这次用的这句话 在过去习近平从来没有用过 也就是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这句话他是说中央各级的领导 那当然包括外交部门 那所以这个部分他我想就是说 中国大陆可能在整个的世界的外交的 他的整个的这种形态 还有他的这种反应 或者说做评论的方式 你会看到他慢慢去转变 不过秦刚他这些讲话 是他在国内讲的 那他出去做大使的话 他这样讲会造致很多的麻烦 所以这个外交就是说 你在国内你可以办黑脸 可是你到了国外 你只能办白脸 那么办黑脸的机会不多 虽然大陆过去 我们会认为他现在很强硬 其实你要研究过中国大陆过去 从1949年以后 他的这个外交政策跟他的基调 一向是非常强硬的 那么他以前事实上 在他建国的前十几年 他的重要外交人士全是军人 没有职业外交官 像陈毅就做过他们的外交部长 他讲话更强硬 比现在还强硬 而且中国大陆曾经同时跟 两个世界强权 Super Power开打 跟美国也对抗 在同时也跟俄罗斯对抗 所以大陆的外交 其实他的强硬 他的战狼不是今天 那只是说他现在国家强了 可能他会比较有更多的自信 跟更多的实力以后 他会慢慢走向 比较现在习近平讲的这个调子 也就是说塑造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那这个我们开支的继续观察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